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楊凱銘 今天我們就會來講解有關剪輯的基礎操作 首先我用的這套軟體是Adobe Premiere Pro 2021 如果你用的版本跟我不太一樣的話也沒有關係 基本上它的介面差異性並不大 你只要能夠找到相對應的功能在哪裡就可以了 也許你會詢問說為什麼要學習這套軟體 因為外面業界普遍來講還是在使用Premier 所以說如果你能夠把Premier學好的話 對於你將來的就業一定會有所幫助 那接著也許同學還會詢問說 難道這套軟體它只有英文嗎 它沒有中文可以使用嗎 其實它是有簡體中文版的 那它比較可惜的話是沒有正體中文版 那也許你會說那為什麼我們不學習簡體中文版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我用的版本都是英文版 你如果換成簡體中文我可能還不太會使用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現在台灣大部分業界的使用的話 基本上還是以英文為主 如果是換成簡體中文版的話 相對應來講你能得到的交流或資訊呢可能就會變少 例如說你在YouTube上面 你如果打英文的關鍵字的話 你會得到比較多的教學 比較多的資訊 那如果你打中文的話可能會有一些東西查詢不到 那另外呢如果你跟業界的人在交流的話呢 基本上大部分人也使用的是英文嘛 所以說如果你用中文跟大家講啊 講那個功能的話別人搞不好還聽不懂你到底在講什麼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使用英文的原因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開啟我們的專案 首先呢你在左邊可以看到一個叫做New Project 你就把它點選下去就可以開啟我們的新的專案了 那新的專案的話 首先上面這邊是我們專案名稱 也許我們就叫做01 接著是我們的專案資料夾 這個專案資料夾非常的重要 那建議你呢你一定要把它放到一個 比較快的硬碟可能是SSD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比較大的硬碟都可以 那比較快容量比較大 對你來講是比較好的 那盡量不要跟你的系統碟呢擺在一起 因為畢竟系統碟它的負擔已經很重了 你如果又把這個剪輯的工作 這個暫存資料夾呢把它放到你的系統碟的話 那它可能會拖慢你的整個剪輯的速度 也就是說你在剪輯的時候可能會有Lag的狀況產生 那以我自己而言呢 我自己呢在做專案的時候呢 我會習慣把它開一個新的資料夾 例如說像這裡面 這裡面就有我的音樂檔跟我的影片檔 我會習慣把它開一個資料夾 然後這個資料夾呢 如果我需要在家裡工作或在哪裡工作的話 我只需要把這個專案資料夾整個帶走就好 我就不會有影片遺失或音樂遺失的問題 因為畢竟呢我們的影片檔啊 我們的音樂檔啊它檔案可能都很大 所以它不是真的把這個檔案呢 完全砍進你Premiere的專案檔 它是用連結的方式 因此呢你的原始檔在哪裡 你的專案檔就要跟著跑 那不然到時候你的 你在其他地方把你的專案檔打開的時候 你會看不到你的影片 你的影片就會有疑似的狀況產生 所以因此呢以我而來講 我的會把它放到我的資料夾裡面 我剛才設定的專案資料夾 例如說像這裡 這個是我的專案資料夾 所以我就把它選擇放在這裡面 那我只要把這個資料夾呢 整個袋子走 那我的專案檔跟我的原始檔 我就會一起帶走 就不會比較不容易發生 我的影片遺失的問題 好那剩下的東西呢 其實就不太需要去設定了 除非你有其他特殊需求 例如說我們的影片啊 我們是用Timecode 就是用時間的方式來剪輯 那除非你有其他的需求 例如說你需要用Friend啊 或者是其他等等的 那你可以去設定 那我們的音樂呢 音樂的話也是用 讓它自動去做 採取就好 那這邊是我要去截取我的影片 那看你是DV或HDV 你自己去設定 那基本上 我不太會去設定它 不太會去設定它 那剩下的 就用內建字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設定好之後 我們就按OK 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的編輯 那進來你會看到我們的工作介面 長得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的工作介面 長得跟我不太一樣的話 可能是你預設的工作的視窗 跟我的是不相同的 怎麼說呢 在Windows底下 在Workspace這邊 這邊有內建非常多種的 內建的工作的佈置 例如說一開始你進來 可能會是這個Running 那它看到的東西就會比較少 那在這邊的話 也可以看到 有所謂的Editing 這是我常用的 然後還有 所謂的特效啊 還有其他等等之類的 你都可以去一一的試試看 那另外呢 這個介面的事實上 它也是可以這樣隨意拖拉的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這樣隨意的去擺放它 這個都可以的 那萬一你不小心 像我這樣子 剛才這樣隨便弄 弄亂了怎麼辦 其實你只要到這裡來 然後你只要去做 Reset to save day out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可以回到 一開始它最初始的狀態 那最初始的狀態 除了可以這樣設定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工作視窗 調整成你喜歡的樣子 接著你可以在這邊去做 存成一個新的工作視窗 那這樣子你下次只要開啟這個檔案 它就可以去變更成你喜歡的介面 那這個方式你就自己去試試看就可以了 當然上面這邊也是 其實我們就點選Editing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 我們要怎麼樣把我們的影片給載入呢 其實你只要點開你的專案資料夾 例如說這邊 這邊是我的Audio 我就直接把它丟進來 那這邊是我的Video 我就把它丟進來 那丟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Video跟Audio的檔案 它就會直接被連結到我們這個專案資料夾 我們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那在這邊你可以點一下這個 它是可以以這種 資料夾的方式顯示 或者是以這種 這一種的方式來顯示 那以這種方式顯示 它的好處是說 我們在這邊啊 就可以直接去看這個影片片段 到底是什麼 那只不過有時候我會覺得這樣 蠻麻煩的 有時候我會習慣看到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使用習慣 那反正在這邊是可以做切換的 那你如果你切換到內部這一層的話 這邊按上 它是可以跳到上一層的 總之就是以你自己的習慣來去使用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點到我們的Video裡面 點一下這個 其實你把你的滑鼠左鍵呢 移動到它身上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影片的資訊 例如說它這個影片是1280x720 然後它的Pixel的壓縮比呢是1.0 那這個你可能不太清楚 不過沒有關係 就基本上 以我們現在電腦而言 大概就是 以Full HD而言 就是1920x1080 然後它的壓縮比通常都是1.0 那只有以前的那種DVD啊 或者電視比例 它壓縮比會0.9 也就是說它像素是被壓縮過的 看起來會比較 呃 比較扁一點 那以我們目前而言 大部分電腦或者是電視 基本上目前現在使用的都是1.0 這個就不用太擔心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看到這個影片呢 其實你點它兩下 這邊就是你的 呃 呃 素材的畫面 那這個素材的畫面的話 你拉動這個呢 它是可以去 呃 很直覺的瀏覽你現在素材裡面的內容 那旁邊就是它音樂的狀況 那我音樂現在是把音樂關掉啦 所以你聽不到我的音樂 那不然來講 你其實你在拉動的時候 應該它就會有音樂的 呃 直接播放 其實你也可以按空白鍵呢 讓它直接去播放也是可以 那上面這是它的秒數 上面這是它的秒數 上面這是它的秒數 那我們怎麼樣去做剪輯呢 因為這邊是我們的素材的 預覽視窗嘛 那我們怎麼去做剪輯呢 所以我們要先產生一個 引軌 產生一個 呃 影片片段 那這樣怎麼去產生呢 那通常呢 你只要點選這裡 這邊會有一個東西叫Sequence 也就是它是一個影片的序列 你點一下它就會產生了 那這個影片序列 你點了之後 它就會要求你去選擇 你想要的影片的內容 例如說 以目前而言是DV NTSC日 以台灣而言它是NTSC 所以NTSC是每秒29.97張 在這裡 你會看到它影片的速率是每秒29.97張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接近30張而言 那如果以歐洲的話或大陸的話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它是每秒23.97張 也就是每秒24張 那這個24張還是30張呢 這個要看你的素材呢 最後要在哪邊播放 那 由於我們現在而言 大部分都在電腦多放 或者直接在手機上播放 所以呢 基本上是不管是29.97張 或者是23.97張 都是可以的 理論上它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那這個差異呢 基本上只有存在以前的那種DVD片啊等等的 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也就是如果傳統的DVD的話 你用拿24的在DVD上播放的話 它播放不出來 或如果你拿29.97的去 24的播放機播放的話 它也播放不出來 不過現在這個問題應該少很多啦 所以這個你大概了解就好了 那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這個畫 畫素呢它是多少 目前而言它是720x480 這是DV格式 DV格式 你看到後面的壓縮比是0.9091 它就是影片會有一些壓縮過 那如果你變成寬螢幕的話 它就是變成720x480 是1.2121這樣子 那 這個 這個都是以前的比例啦 以前的比例 那 以目前而言 現在這個比較用不到了 其實你可以找到這個 Digital SLR 你這邊就可以看到 1080p 或是480p 或720p 那以這邊而言 其實我們大概是這個 就是 1920x1080 29.97 那這就是我們目前大概 製作上會是一個比較標準的格式 那這裡面還有非常多的格式 你大概都可以仔細去探尋一下 那以我自己比較常用大概是這個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修改呢 事實上在setting這邊 它這邊也可以去修改 就是說你可以改成你自己要 例如說每秒30格 然後 我的 畫面的大小要多少 我的像素筆要多少 等等的 這邊都是可以去修改 不過理論上我不太會去隨意修改 我大部分都用內建的就好了 用內建就好了 那你按OK之後 這個畫面 它就影片序列就出來了 旁邊這邊就是我們可以剪輯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影片給丟進來 你把影片怎麼丟進來呢 你滑鼠左鍵按著 把它丟進來之後 它可以放到第一軌 第二軌 第三軌 這就有點像Photoshop的圖層一樣 因為上面的就是 在畫面上就會疊在最上層 也就是下面會被遮住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丟進來之後呢 滑鼠左鍵放開 它就可以丟進來了 那為什麼我們丟進來會出現這個 警告視窗呢 主要是因為 上面這個我們的影片是 1280x1080 如果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 總而言之 它是跟我們原本後來設置的 1920x1080的畫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你把你這個影片丟進來之後 它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去變更你的設定 還是你要保留你的設定 通常我們在做剪輯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決定好 你最後輸出的 這個影片的格式是什麼 也就是假設我要是 我是要一支 1920x1080的影片格式 這是我最後要的檔案 那我可不可以先用720x480來做剪輯呢 答案是不行的 你沒辦法去做直接的放大縮小 這是沒辦法的 所以 假設你要的是1920x1080 但是你是用720x480去做剪輯 那怎麼辦呢 怎麼樣從720x480把它變成是1920x1080 基本上只能重剪而已 只能重剪 這個是非常要注意的 那因此呢 你的一開始你就要決定好你影片的大小 那所以當你原始的影片跟你後來剪輯影片大小不一樣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這個設定 這個設定 那你可以保留原本的設定 意思是 我會用1920x1080來去做剪輯 或者是我要去變更我的Sequence的設定 就是我要去變更它 讓我的Sequence去符合我的原始影片 去符合我的原始影片 那這個就看你自己的設定 如果以我們現在目前而言 我現在用1920x1080 我當然就用這個Keep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個影片丟進來 你會看到 它畫面是比較小的 然後旁邊是黑邊的 那這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我們的影片 本來的大小就不一樣大 那換言之 如果我要產生一個 跟我原始影片一模一樣大小 然後影片速率一模一樣大 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在你的原始影片這裡 拖拉你的左鍵去點選它 然後拖拉它去產生一個新的影片片段 它就會產生一個一模一樣的影片序列 然後大小甚至影片速率都會一模一樣 你看到 這都完全一模一樣 那這就是一個比較簡便的方法 簡單的講 這也是一個比較偷吃步的方法 就看你想要怎麼去使用它了 那接著再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邊是我們的預覽視窗 也就是我們原始影片的預覽視窗 那右邊這是我們剪輯好的影片的視窗 那所以真正剪輯好的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最後輸出的畫面 那接著我們要怎麼開始做剪輯呢 其實它的方式有非常多種 那就看你習慣用哪一種 我先把原來這些影片都先刪除好了 我把這段刪除 然後這個Sequence刪除 這個 這個 OK 都刪除之後 我重新產生一個新的影片序列 那為了方便我們運作的話 我先做一個小一點的 也許我們做個 1280x720 跟我們的影片大小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我就這樣直接OK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影片序列 那我們點一下原始的影片 那這一段影片是我們想要的 那我們怎麼做剪輯 剪輯有很多種 假設你現在在看影片的時候呢 你覺得 欸這段是你想要 你可以把它mark起來 就代表說 欸這段是你想要的 那假設你想要到這裡來 那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那它就把這一段給標記起來 那標記起來之後呢 它可以怎麼使用呢 其實如果你想要把它丟到你的 這個影片序列裡面來 你只要花束左鍵點著它 然後這樣直接把它拖拉 它就可以被拖進來了 拖進來之後 這個片段就是我們剛才撿的這個片段 那你可以用花束左鍵去拖拉 這是一種 那另外呢 還可以哪一種呢 你也可以利用把它插入的 也就是你 它會直接從你這邊直接往後插入 直接把它插入 它就會直接把它插入 從影片跟影片當中去把它插入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是還有什麼呢 它可以去做另外一種插入 去做複寫 它會把它從你這個時間軸 往後面去做複寫 你點一下 有沒有看到 它就從時間軸 往後面做複寫 那複寫的話 它就會把你後面地方直接全部覆蓋掉 直接覆蓋掉 就看你習慣用哪一種方式 那基本上 我是比較少用 呃 這兩個方式 我大部分都直接用拖拉的方式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的 簡單的做一下 粗簡 那當然這個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做 呃 隨意的拖拉 那另外呢 除了剛剛這邊的 呃 簡單的粗簡之外呢 事實上在這邊也可以剪 你可以把你的滑鼠移動到這邊來 然後在這邊呢 直接利用刀片切 它會直接把它切在 這一刀 那當然你要切在其他地方也可以 如果 通常我會把它 把我的這個時間軸呢 放到我們想要放的地方 然後直接做我這樣 切割 它就會直接在這邊把它切成兩段 你就可以這樣子去做重複的 呃 使用 甚至把它放到 其他地方 你看它影片就會直接這樣 疊上去 直接疊上去 就看你 呃自己的 呃使用的方式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事實上我們的影片 你有沒有看到 邦尼的滑鼠這邊 它就可以把時間拖長 它事實上就是 跟你在這邊直接把它拖長 它的結果是一樣的 這邊也是 把時間往前延伸 就是 原本我們的影片 大概只到這裡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前面 它的影片前面 我們還想要 的話 你可以滑鼠呢 移動到這裡來 會出現這個標誌 可以把它往前拖拉 代表它前面就往前延伸了 或者是往後延伸 都可以 那基本上這樣的一個 基礎剪輯 你可能就已經學完囉 其實並不難 並不難 只要了解這邊的 硬點 跟奧點 然後了解 這邊利用 刀片呢 來去做分割 其實很快的基礎剪輯 你大概就已經 了解差不多了 那當然旁邊這邊呢 你按右鍵的話 這邊會有 一個叫做 CLEAR IN跟OUT 它就可以把這個 IN跟OUT的 設定呢 把它完全的去除 就看你自己的 使用習慣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簡單做一個 翻例的練習 首先呢 我們在這邊 這邊裡面 事實上有很多 很好玩的東西 例如說像這邊 有一個叫做 UNIVERSAL COUNTING 這一個Leader 它會依照你這個 影片序列的大小呢 它直接去做設定 我們就直接按OK 就可以了 那你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倒數數秒的 所以你去 預覽一下它 你就看到 它是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丟到這邊來 按Play 你可以看到它是這個 有時間倒數 然後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 例如說 這個叫做 Bar and Tone 這個 這個 以前 我們這個電視 壞掉的時候 它會出現的畫面 也會有那種嗶嗶嗶的聲音 這個你都可以去玩玩看 不過我們可以把這個素材拉出來啦 不過它也是影片的內容 所以你其實 剛才放到這裡面來 也OK 也OK 反正它都是影片嘛 好 接著 我們先來一個 1秒鐘的 這個 2秒好了 2秒鐘的這個 嗯 Bar and Tone 那我們怎麼樣去設定 2秒鐘呢 你可以在這邊 按200 後面是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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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是30隔 它就近1秒 你們看到29 262729 30 30它就近1秒 所以這邊是 隔 秒 分 10 那如果你要2秒 就是200 然後這邊 你可以利用這個 Bar呢 去把它做放大縮小 那後面這段 我們不要怎麼辦 我們就把它 切掉 然後把它 刪除 你看到 其實 我們這樣就有2秒鐘的 這個 前頭畫面 接著我們再把這個一樣 丟進來 我們可以把它放到 第一軌 然後接著 那這怎樣 這個其實會自動去吸附 吸附 那如果你這個吸附功能沒有打開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 Snap這個沒有打開 沒有打開 那它這樣子 它就不會自動去吸附 這個你要去對齊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平時這個要記得打開 那你怎麼樣把你的這個 時間軸呢 去對應到後面這個 時間軸呢 其實你按住Shift 它自己會去抓 其實這還蠻方便的 所以我常常使用這個功能 好 所以 我們回來一下 那另外這個 把這個時間軸放大縮小 你可以看一下你鍵盤上面的 是Enter上面會有一個 等於跟減號 就是加跟減號 的這個快速鍵 你可以稍微背一下 這可以讓你這個 在剪輯上會比較快速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就有這樣的畫面 這樣 B 然後就開始 好 那我們就進入到 進入到了正片 那也許你覺得前面這個 太多了 Picture Start 這裡 看你要不要留啦 我們先把它留著好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練習 來減一個30秒的預告 那我這邊有給你一個 時間軸 例如說我們需要到21秒20格 所以我們會到這邊來 點它兩下 這邊是 21秒20格 你會發覺你用這樣去對會很難對 很難對 事實上你可以用你鍵盤上的主右鍵 它可以一次移動一格 所以我們可以 21秒20格 從0 我們做一個奧點 那這一段就是我的第一段 我可以先把它放到上面來 這個時間 這個音樂我們可以先把它放到下面來 所以我們畫面就會看到這樣 倒數之後 不過我想要讓它在 後面是黑畫面 其實 差不多 按一下空白鍵可以播放 就進來了 或者是你可以覺得 稍微把它 不要那麼長 把它這樣接過來 其實這樣還不錯 好 那接著呢 下面那一段是 1分4秒25格 所以我們找到 1分4秒25格 這樣其實你用鍵盤還是有點慢 如果你已經有確切的時間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1分4秒25格 它就可以到這個位置來 所以我們這裡 Make Out點 然後Make In點 然後它的後面呢 事實上你可以把這邊Copy起來 貼上 Enter 這就是它另外一個 奧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段 又剪出來囉 好 所以其實後面就很簡單 我要這裡 Ctrl V Enter 不過這個是已經知道 確切的秒數了啦 你才能夠這麼簡單的去 直接把所有的東西呢 直接的做剪輯 不然 其實 一般來講 我們大部分都是直接用看的 然後用鍵盤來去做 簡單的操作 另外呢 其實啊 我們除了In點的Out點之外 這邊還有做所謂的 Make Mark Add Mark Marker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個時間點給標記起來 但是它就是標記那個時間點 另外一個時間點 Enter 然後把它標記起來 那這個標記的好處呢 是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去到達這一點 例如說我們可以 點一下它它就可以快速的到達那個地方 這只是讓我們方便的去使用 所以 呃 怎麼使用 比較快速就看你自己啦 看你自己 這都是一個使用上的習慣而已 好 這樣子就剪完了 那也許你會問說 欸老師為什麼你要剪成這樣 為什麼這個不 不能這樣同一格 這樣子直接播放下去呢 其實都可以啊 就看你自己的 一個 一個習慣而已 好 那目前的這種 影片跟影片相接的方式 我們叫做卡接 卡接 也就是 它直接把一個畫面直接 卡接下一個畫面 卡著接著 下一個畫面 這個叫做卡接 那這個 後續我們會再去做說明 先簡單的讓同學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有了這樣的影片了之後呢 那 假設啊 這個音樂是我不想要的 底下這個原始的音樂 是我不想要 是我想要換一個 呃 屬於我自己的音樂的話 那 這要怎麼去 處理呢 因為你會發覺這個音樂 你沒辦法直接 單獨刪掉 你沒辦法直接單獨刪掉 你如果點它按Delete的話 它會連影片片段就被刪掉 那我們要怎麼樣 單獨的把它刪除呢 事實上你按住ALT 然後點它之後 它會被單獨的選擇起來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甚至呢 ALT按它之後 它還可以去做移動 做移動 都是可以的 不過 我現在是不想要這個 它原始的音樂 就通通把它刪除 然後 我想要加入 我想要的音樂 那我在這邊呢 剛才我也有載入我的音樂 就這一段 好 這一段 好 那我希望從 這裡也可以用你鍵盤上的左右鍵都可以 好 希望從這裡開始 甚至跟它騎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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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自己再去聽 這就不多做的說明了 因為我把音樂關掉 才不會妨害我這個教學 好 所以我就換上我自己的音樂囉 那假設我喜歡這裡 這裡是我的結束嘛 就一樣用剪刀片 把這邊做切割 後面的部分就刪除 那萬一你切割完之後 後面的東西還想要 你把它拉出來就可以了 那我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們就剪成了一個 簡單的一個 預告片囉 好 所以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啊 你的電腦效能比較不好啊 有時候你在做這種預覽的時候 畫面會看起來會lag等等的 你在這邊你可以把它 做一個稍微的縮放 稍微的縮放 就是 例如說我們百分之百是長這樣 然後百分之十是長這樣 百分之 如果你不知道要用多少 你就用fit就可以 它會自然去符合這個框的大小 然後畫質的話 目前是用二分之一畫質 你也可以用四分之一畫質 甚至更低 不過目前好像沒辦法更低 那你要完全的高清的話 就是 高級的 這叫怎麼講 這是畫質很清晰的 就全畫質的話 你就可以用覆 但這是非常好效能的喔 這個要依照你自己的 電腦的等級來看 那內建值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那你在剪輯的過程當中 別忘了去把你的專案檔 要記得存檔 要存檔 那存完檔之後 你下次再開這個專案檔 就是開這個 這個 01basic.prproj 這一個 它自然就會 把你現在目前剪輯的狀況 專案的狀況把它叫出來 那上面這是什麼 這是它會自動存檔 它裡面會有非常多的自動存檔的檔案 它是避免你忘了存檔 導致你整個專案做的東西都不見了 不過它是內建 大概15分鐘會存一次 如果你需要修改的話 可以在這個 preference這邊 autosave這邊 這邊內建是 15分鐘存一次 最多存20個版本 那你也可以自己修改成你想要的樣子 那最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檔案輸出囉 這個內容如果確定是 沒問題的 是我想要的 我們要怎麼輸出呢 你可以在file這邊來 然後做 export media 那這邊就會 有你輸出的樣子 這個是你目前看到的樣子 看到的樣子 那 內建值是AVI的檔案 你可以用去 match sequence 的設定 也就是說它會去抓你的 這個sequence的設定 讓你的長寬大小啊等等啊 什麼的 它會自動去抓你這個sequence的設定 你就不需要再去做變更了 那如果 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 也就是說 例如說我需要是 H.264 然後 我的 影片的速率等等的 我讓它去 去跟我的這個sauce影片 跟我的這個設定是相同的 然後我的影片大小 在這邊 它是做 1280x720 其實就是我這個sequence的設定 然後我的音樂呢 音樂我通常不會去動它 我不太會去動它 所以 大部分要注意的是這個影片的 長寬是不是要的 然後它的影片速率是不是我們要的 理論上 我大概這樣設定就差不多了 或者是你可以去點 match你的sequence 就是 match你的sauce 就是跟你的sauce 一樣 一樣 它就會去 去抓你影片的 內容 這個輸出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你的檔案格式是什麼 它是 sequence.mp4 這是它的檔案名稱 它存在哪裡呢 它會存在你這個專案資料夾裡面 你就一樣按存檔 如果你要存到其他地方的話 你這邊再設定就好了 要不然如果你真的都懶得設定 其實你就勾選這個 match sequence setting就可以了 其實你就都不要設定 都不需要設定 然後在這邊 簡單稍微預覽一下你的畫面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怎麼輸出呢 按這個export 它就會開始做運算 然後運算完 就ok了 就ok了 那建議呢 它在運算的時候呢 你不要去動你的電腦 因為很容易當機 因為它是非常需要 高效能的動作 除非你電腦等級非常好 那當然你就可以去工作 那如果 不然的話 它是非常好你電腦效能的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剛才剪的影片 這是我們輸出的影片 這個就是我們輸出完整的影片囉 看一下畫質對不對啊 看一下你剪的片段對不對啊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基本上 這就是一個最基礎最基礎的剪輯一課 剪輯的教學 那這部分其實真的都不難 你應該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把它 學習好上手了